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 或者讨论一个事件吧 那么现在的话呢 大家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画画的对不对 那么今天和我相聚在直播间的各位艺术家们 那也都是发自内心非常喜欢绘画 那么不少人呢 其实现在都养成了这种随手画画的习惯啊 所以画画的种类很多 那有喜欢彩鲜的 有喜欢油画的 有喜欢水彩的 有喜欢这个速写的啊 那么都有啊 那么我们 优化的公开课呢 那各个方面也都涵盖到了 今天的话呢 是一个相对来说 前面出现次数不是这么多的一个 天日系漫画的这么一个平面绘画啊 因为我们平时在公众号的时候 经常会收到大家的留言呢 那么收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我今天上播之前看了一样 第一个就是关于怎么起行 第二个呢 就是起行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第三个就是自己画的不像 那是什么原因呢 有没有理由呢 那为什么会不像呢 还能不能够有办法帮我画的像呢 那就是这些问题比较多 那是大家如果是说平时有这种绘画上面的苦劳啊 或者说有这种困惑 那我们是很欢迎大家跟我们积极来沟通互动的 那这里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 我们的公众号呢 叫又化啊 哎哎哎 不不不不是这个啊 就是你呢 打开你的微信 打开你的微信 打开微信呢 搜索这俩字啊 U O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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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出来一个公众号 这两个加谁都行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点进去之后 我们就是基本上有很多这种非常棒的文章 非常棒的文章 有我们VIP的作品展示 你看随便早上看看 大家喜欢艺术的艺术家们 坐在一起的时候 是可以把彼此的能量放大的 大家平时感兴趣的话 今天结束了就可以加这个公众号看一看 最关键是这个号里头 我们平时后台是可以留言的 刚刚那些问题 你可以进入公众号之后去留言 自己把它打出来 比如说我要学画画 你看我打一个 我要学画画 你看待会儿那个公众号后台就会回 你看就会回复我们 对不对 所以大家到时候感兴趣的话 可以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好 这个公众号介绍完了 给大家来说一说 我们刚刚你那些问题 我系统性的回答一下 那 启行它是绘画的一种 那绘画本身做过一种技能学习 肯定是有方法的 那不存在没有方法 但什么是没有方法呢 那我们今天呢 就用一个大家最好理解的 那是理解成本最低的 就是咱们这种日系的绘画漫画 来大家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或者说亲身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自己平时起行 我要找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是哪一种 就是这一种 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 好好的完整的把这个是 起行的过程给大家示范一遍 那么到时候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 我们视频完了之后呢 可以自己去在客厦也去练习一下 看看这个行方法 能不能帮到你 那大家准备好的话呢 我就跟着我一起开始今天的练习 好不好 准备好的话可以敲一个1 咱们可以对个让号啊 你要是觉得没问题 准备好的都可以在公屏上面敲一个1 表示你没问题 你可以了 我小时候也看过啊 春夏7788春夏 说的这个小偷伴吧 这段片我也看过啊 对了啊 那就正好问一下吧 那我们虽然今天选的是这张素材图啊 但是呢 你要是平时还有这个别的喜欢的卡通头像的话呢 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你可以告诉我们 虽然今天没有画 但是以后我们来日方长嘛 那以后哪一天 那保不齐就安排上了 那同样呢 你可以按照刚刚刚不是添 不是刚添加公众号吗 你就可以去公众号留言啊 你说我要画谁是谁啊 那这个意见呢 我们到时候就会去总结一下啊 总结一下 那大家可以在弹幕区里面说一说 你自己平时看哪些动画片啊 或者动漫啊 你平时最喜欢哪个动漫人物 如果你的喜欢的这个动漫人物和我一样的啊 你就可以挑一个一啊 表示认同啊 表示认同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素材图啊 今天的素材图啊 这个是我已经提前画好的一张线稿啊 提前画好的一张线稿 那今天的话 我是从一张白纸开始 带大家一步一步的去画这样一个人物的喜新 那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素材图啊 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素材图啊 那么关于素材图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 直接在后台去搜索我们的素材图 他就会有今天的一个素材图 包括我们 包括我们的一个 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今天给大家示范的一个过程图啊 一个过程图 嗨 嗨 我这输入法 我就不打字了啊 在我们公众号的话呢 就可以获取到今天的这个高薪图像 你在截图的话肯定没那么清楚 如果大家用手机看的 那截图那就比较模糊啊 比较模糊 你直接去公众号去要图片 自己跟着练习的时候 看得清楚一些 画得更清楚啊 好 这张图看着挺好看的啊 挺好看 没问题啊 挺好看 人物也很美 那怎么去画它呢 好看归好看呢 那好看我怎么把它画出来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要重点跟大家说的啊 怎么怎么把我们看到的 我觉得好看的东西 能够转化到我的画面当中来了 那怎么我们的画面当中来了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讲到 今天重点教大家的这个 绘画的方法了 那么我们的卡通人物 也是比较适合 时间不充裕 那缺少一定基础训练的 爱好者来练习的啊 大家不要觉得有压力啊 觉得好像开始有那种蔚蓝情绪 这个很简单啊 这个很简单 首先呢 我们要完成体型 先拿出一张白纸 一张白纸啊 上面没有做任何手脚啊 大家可以看啊 没有做任何手脚 一张白纸 然后把它撕下来 我们先用两种方法来教大家 那我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呢 我会采用一个 采用这个红碳笔的工具 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体型 因为铅笔的话 碳笔 铅笔这类工具呢 相比于我刚刚用的这个 真观笔 还是更好控制一些 更好控制一些 包括我自己今天在课前的时候呢 也是画了很多不同的场景的这个火眼力的一个头像 刚刚让大家在那个公屏里面刷自己喜欢的动漫人物 大家没刷 视频是动漫看的少 那就都跟我喜欢一样的 那就多画它 那么这个表情包大家有没有见过 应该见过 其实火野力的表情包 还有这个猫眼三姐妹 都有段时间 他们的表情包特别火 就是那种 那个渣女系列表情包 好像这下面配的话是 人美怒自野 人都叫我姐 好像是这么个 好像是这么个话 好像是这么个话 就是火野力的这个形象的话 相比较于美少女战士当中其他人物 可能更加怎么说呢 就比较执行一些 对不对 因为以抽奖抽不到而著名 今天是教怎么把人物画成漫画 今天就是教你怎么样去画一个漫画人物 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教大家怎么去在画人物的时候 规范你的起行 今天我们上这课的初衷 是看到有不少艺术家留言说 我平时被这个起行所困扰 我苦起行久矣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我在学习过程当中 有更加方便的起行方法 那我们想来想去 作为一个专业的知名线上机构 那我们不能够乱选题 对不对 我们选了半天 决定从最好理解的平面绘画来入手 这个就不会涉及到什么 这透视 那光影什么的 就不会 就比较容易 那么从画一个平面的 我说上来就给你画一个平面的点线面 那谁看呀 大晚上的 谁跟你看这个 谁有功夫陪你看 看你画点线面呀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小姐姐 欢迎女子 欢迎白鸥 欢迎路过的鱼鱼 还有英文名 不好意思 真不会念 我就读字母吧 M-A-R-G-E-T 不不不不 E-T-E-R 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 首先得激起你绘画的兴趣 你要是不敢兴趣 那晚上我说啥那都白说 所以你看 你去学习绘画 其实这点也很重要 你要完了 对方给你竞选些 你不太感兴趣的内容 跟你 啪啪啪啪 说好几小时 那可能也就一个作用 课上完了之后 睡眠质量明显提升 等会儿 我是卷儿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欢迎欢迎 我去拿个笔 拿个铅笔 看我卷铁笔刀 说不见就不见了 有人对你画的客服形象 有意见 谁 这个吗 有啥意见 我觉得很可爱 我充分地抓住了 我们堂堂小姐姐 和十三小姐姐的人物形象 都说好 这张图你看抢着用 你看这上面 都弄花了 歌威 不是歌威 是火野地 和歌威挺像 你别说 我小时候看全插 我也很喜欢歌威 还有这个杰梗 是叫举梗 还是叫杰梗 反正就是这种类型的 那我们先看到这张图 咱不说别的了 先画画 咱先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你拿到它之后 你要画 你第一步要干嘛 看有没有哪位艺术家 知道的 知道的话 可以在公平里面打出来 第一步要干嘛 第一步 摊开纸 第二步 拿起笔 第三步开始画 废话 怎么样开始我们的第一步呢 四个罪 好啊 我们第一步要干嘛 第一步是要先把画面的比例 找出来 我这写的中文 比例 先找比例 先找比例 这个比例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比例 我们在画画当中说的是比例关系 这谁比较浅 因为我这待会儿得擦 就不能写太重 写太重的话 待会儿这样子画不了画了 欢迎这个快乐阳 0707 这个月牙 我这比把大象关冰箱容易啊 你那还分三四个部主呢 嗨嗨嗨嗨 我刚写了 我擦它干嘛 比例关系 欢迎 小影 欢迎 怎么不欢迎 欢迎 没顾过来嘛 抱歉 首先是找它的比例关系 比例关系呢 我这儿呢 有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是 当然是 我这儿呢 有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小圆球 我们把它比成是我们人物的一张脸 我给它搓一下 给它搓的像脸一些 这是一张 假设它是一张脸 对不对 那我要画这张脸 我应该怎么办 我就要用到这个比例关系 怎么说呢 你看啊 它这个脸 它是有长度的 它也有宽度 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扣一个一 这张脸呢 肯定是有长度 也是有宽度的 你看啊 这个脸 我这手抖的 你看啊 它这个人物 它这个脸 它是有一个长度 还有一个宽度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弃行的时候 讲的一个比例关系 比例关系 厚度先不考虑 为什么我们今天 今天我们为什么 哎 很棒啊 这个侠 很棒啊 艺术家很棒啊 考虑到这个宽度呢 但是到这个厚度呢 这个是我们三维当中的一个事了 咱们今天画这个平面会画 咱们是不考虑 因为这个还是偏难了 我们今天就用最简单的 就只讲长和宽 那么这个人物的话 我们看一下啊 你先拿一支铅笔 那我这个比较短啊 你拿个长一点点的 你先拿着它 你拿着它呢 你先比一下 这个小姐姐 它的脸 这个总高啊 总高度 或者吧 你就来个最直接的 你直接比啊 这一段距离 这段距离 就是这个图片啊 这个图片 这个边边它有多宽 这样一笔 我们可以首先第一步 得出一个正方形 对不对 一个正方形 然后这个人物的头部呢 它的大致上是位于这一块 对吧 这一块 那怎么样去区分它呢 你可以把整个 这个区域啊 你大致的划分一下 不是这样的大格子啊 简单的 你就稍微的区分一下 它这个纵向的话 好像有一个三等分 这么一个距离嘛 它这个头呢 是占了这么一大截 这里 这边是空出来的啊 就不至于划满 你先把这个大范围顶一下啊 顶一下之后呢 再来看我们的一个长宽啊 长宽 它的这个 总宽度里面 它的头占了多少呢 这个比例关系 头在这个总宽度里面 它大概是占了三分之二 能看出来吗 能看出来的话 敲一个一 就从它的头顶 就是我们图里面啊 这个被截掉一段的 这个头发这个部分 从这开始啊 从这开始到这 这段距离 它是不是大致占了整个 这一个框框的 三分之二的一个高度 明白的话 可以敲一个一啊 那不明白的话 可以啊 有问题的话 可以敲一个二 然后我们在 评论里面 可以跟大家 到时候我们集中解答一下啊 等下呢 你看 整个我们打了一个框框 把它框出来 不打紧资格啊 不打紧资格 我们框出来 紧资格 但它太麻烦了 我不是说 叫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吗 打紧资格 那就不简单了 你先打一个框框出来啊 这个框呢 就是我们原图的那个框 那只不过我为了让它更有画一感啊 画的感觉 所以我故意不画直啊 我真不是说画不直啊 就是我再怎么我也要解释一下啊 不是说画不直啊 是真的是为了 追求这种风格啊 那就是没有画直啊 好吧 就是画不直啊 但是这样反而更有这个画的味道啊 你看啊 先把这个框给框出来啊 先框出来 框出来之后呢 它就有一个总长和总宽了 那这个是我们待会儿画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 我们一切都往这个里面套 你看它的头这一段到这一段 那在总高度 或者说总高度当中 总长度当中 它就在一个三分之二的位置 那我待会儿去画这个小姐姐的时候 我就 它这个脸啊 大致就是这么大 那宽是多少呢 那宽是多少呢 那宽 它是不是 这个宽度的话 它是不是要比它的 我们只算脸的 整长把头发都算长的话 头发这一段压在一起 它是不是宽度都已经到它的脖子这 不好意思啊 我手挡住了 影子挡住了 宽的话 这一段 你拿你的手 这样 你娘 不要动啊 不要动啊 你转过来 你看 就是正好到脖子这 所以你看 它这个脖子到哪了 脖子的话呢 脖子这个位置 基本上又是 就基本上已经快接近 接近纸边了 你随便先定一个位置 定在这 粗略一估计啊 这个小姐姐连头戴脖子 大概是这么长 那么这个长度 一转过来 正好就它的宽啊 那么它的宽一边呢 是直接贴着这个底边的 再一转过来 那这一侧是不是正好正好正好在这啊 所以整个人物 它的一个长宽高 长宽高 一个大的比例关系啊 我们就定出来了 这是第一步啊 第一步 这一步啊 很关键啊 很关键 我们起行的时候 第一步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这个长宽比例 这个是我们把物体画的像的第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第一步啊 记住这个比例关系啊 记住这个比例关系 我们画大轮廓就是 就是根据这个画出来的 很很重要啊 好 我们完成这个步骤之后啊 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确定 这个小姐姐的脸的轮廓 那不能这个样子啊 这个样子呢 不像啊 是不是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有没有哪 有没有哪个艺术家告诉我啊 接下来怎么办 积极踊跃发言啊 接下来怎么办 画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怎么办 没有的话 我可就说了啊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一步的 把他的脸的轮廓定出来 那这个只靠 大的长宽比例 那肯定是做不到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找另外一组参考点 那这个就是 他的脸和五官的位置关系 位置比例关系 脸和五官 接下来我们要把脸和五官找出来 那之前这个小姐姐 她脸部的五官都是藏起来的 都是藏起来的 那怎么把她藏起来的五官找出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五官之间彼此的关系啊 我们先找到小姐姐的发际线 那找发际线干嘛呢 我们这不是换脸吗 那头发它不算脸啊 我们得把发际线找到 那发际线呢 我们就以我们肉眼能看到的部分为主 那就是这 那么我们把发际线这一段 这个距离量一下 记住啊 记住这个长度 记一下这个长度啊 我把这画挪一下 是不是有一点挡画面 从她的发际线到她的下巴 这是她脸的一个长度啊 脸的一个长度 那我们把它横过来 可以看到 不算头发啊 不算头发 那她的脸长是不是 是不是要比脸宽 要长一些 听着有点绕啊 但是不难理解 就是她脸长的这段距离 要比她脸宽的这段距离 要长一些 明显啊 能看到的话 敲一个零 能看到的话 敲一个零 没让你猜发这些啊 我说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地方 就从这开始 这一段啊 她的脸长度 是不是稍微一比 就能发现 她比脸宽要宽一些啊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你这个小姐姐 她的脸是属于那种 标准型的鹅蛋脸啊 长脸啊 开玩笑的啊 这个动漫人物还怎么鹅蛋脸啊 它是一个长型 这比较长的脸 它不是一个圆的啊 也不是一个方的 待会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你这个脸型呢 基本的脸型 它得长一点啊 那这个长呢 要比宽要多一些 多多少呢 如果你啊 更加细心一些的话 那你可以量的更精准一些 那我们拿短的那一个啊 哎呀 记住啊 这个地方是关键啊 我们量的时候 我们拿短的那个去量长的 短的是哪一个 看哪有没有走神啊 短的是哪一个 大家这个时候 弹幕弹幕里面 回应一下我啊 短的是它的脸长 还是脸宽 脸长的话敲三啊 脸宽的话敲四 宽对不对啊 对对对宽啊 宽明显短一些 那我们就用它 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单位啊 用它做我们参考单位 我们从耳朵的这一个侧面开始 一直到它的脸部 这个边缘 卡一下 手不要松啊 不要松 手不要松 捏住这一段距离 这是这个人物 它的一个宽度啊 我们横过来再一看 它到哪 它到哪 如果你的数学成绩比较好的话 你这个时候应该 翻 可代表啊 你应该脱口而出 这是宽占长的几分之几 我我目测啊 我目测可能五分之四吧 这个时候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你说它的脸是斜着的好不好 那我找参考轴的时候量不准啊 那这个地方呢 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就我们找一个人物脸部的一个绝对的中线啊 它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图片的一个正中线 那中线的话 垂直直接和指边 那移过来看 那肯定不对啊 你找的时候你怎么找呢 你怎么找呢 你先找到 不是我上课上试上试 我铅笔没了 谁记得 我刚刚把铅笔放哪了 我们先找到这个人物的眉心 眉心的位置 就是眉毛中间 眉毛中间 这个眉心 就很奇怪 一瞬间它不见了 我们看到了 那你先找到整个人物的一个眉心 就是这个位置 眉心 大家知道吧 两个眉毛中间啊 这个位置 然后再找到它的人中啊 你说他 你这个找人中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只是找得到的啊 我们画动漫人物 你不太好找 那你画真正的画是很好找的 人中啊 人中啊 我拿别的图书来 那你先找到它一个眉心的位置 先找到这啊 这个位置啊 然后呢 人中这找一下 然后嘴唇的唇珠找一下 这三个点呢 你连起来 做一条 做一条 贯穿这三点的一条线 它有可能是这样直着的 哎有可能不是 那这一张你看 眉心 人中啊 纯珠 它就没有那么直 它就稍微倾斜一点点 所以你把这条线连起来之后 做一条和它绝对垂直的线条 那么你的脸部呢 就有一个十字形的一个参考轴了 其实这个话 我再说的通俗易懂一点点 啊 再说的通俗易懂一点点呢 就是整个人物 不用去 都去 你甚至都不用去管他什么人中什么的 你的这一组辅助线啊 辅助线 它得是垂直的 它得是垂直的 它是垂直的 我们画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 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偏简单的一个动漫人物的时候 那这组关系它最好 它是一个垂直的关系 垂直的关系 仅适用于我们这种平面绘画啊 那么你去画别的一个呃人物的时候 那另说那其他的学科的话包含了其他的很多知识 不可能说就以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可以完全概括 我们今天重点是教大家怎么快速起行啊 好 拼出这样一个学现来之后呢 我们把整个脸的这个细节进一步细化一下 把这个稍微擦一下啊 整个脸呢 是一个这种啊 是一个 这个动漫人物的脸呢 脸型简单概括的话 它是一个这种葫芦状的 或者说是一个泥型的 是一个泥型的 就我们在定完比例之后 进一步去概括型的时候呢 会用到一种概括的方法 就你去看它 它大致的 它大概像什么东西啊 我们看这个小姐姐的脸的话 有些小姐姐的脸它会像瓜子啊 有些会像这个 这种就是 我们讲的一个 泥型啊 或者说一个葫芦状啊 它下巴这里会稍微尖一些 稍微尖一些 然后呢 整个脸 它是属于在这个位置啊 二分之一处 就是这个斜侧面 这一段距离的二分之一处 它会有一个鼓起来的地方 其实这个就是让大家用 用我们更加理解的比例关系 谁是谁的几分之几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五分之四 这些比例关系来去建立你的画面 而不是说我告诉你 这个时候画它的颧骨 我哪知道颧骨是哪啊 是不是 我都没没学过画画 你告诉我呢 我直接告诉你 就是说它的整个 脸部 这段距离的二分之一处 这里呢 要稍微鼓起来一点点 上面呢 稍微收一些 然后下来一个尖尖的脸 然后它的眼睛啊 眼睛的话 我们把这一段 大致的三等份一下啊 简单的三等份一下 它这个眼睛比较大 它直接差不多就在这个区域范围内 然后呢 整个眼睛基本上可以从宽度分的话啊 从整个总宽度分的话 它大致上是可以分一个五等份啊 注意啊 这个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课程当中听到的什么 关于三千五眼啊 这个动漫人物的话没有那么绝对啊 我们只是说 方便我们去观察形状 大致这个人物 小姐姐它的脸部啊 就是眼睛就是在这一块 它的眼睛呢 是一个 这是什么形状啊 这样一个形状呢 等我画的时候 我会先用这个形状去概括它 然后它的鼻子呢 它的鼻子在眼眼睛最下边的最下边缘 我之前太重了 我稍微擦一下 辅度线太重了 把些辅度线擦一下 它的鼻子呢 在它眼睛最下方的 眼睛最下方啊 然后靠近 你左 你右边眼睛的距离要比 你左边眼睛要近一些 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比例关系啊 然后下面整个脸部的中间位置 是它的嘴巴 一个圆形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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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眼睛啊 叫什么 眼线啊 稍微的画一下 画一个这种啊 叫什么 两个弯弯的线条 下面呢 也是一个光弯的线条 中间啊 有一个大眼睛啊 圆形的大眼睛 它的一个瞳孔啊 它的一个瞳孔 当然我这个只是说 把刚刚讲的这个概念的部分呢 去跟大家去 把它随手画一下 我肯定示范不可能这么示范啊 示范也不可能画这么小啊 就是这样一个大致的过程 那我们现在换张纸啊 给大家好好的 就我们按照正式上课的一个流程来啊 就是这个方法 先跟大家把这个方法说一下 我就不换纸了 直接用这张纸 刚刚可能也有这个大家会有疑惑 就是说 起行的话 有更简单的方法 有口诀啊 有啥的啊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 为什么 不去用那个什么 跟你讲 全国那些在哪的一个原因 因为 大家 我们针对的这个 怎么说呢 接触面要稍微广一些 我们不是说 就是说 我们是希望 这种完全没有基础的 艺术家呢 通过看我们的视频 也能够自己尝试的 去完成一些 一些画作 所以我们尽可能是用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一个语言去跟大家来做介绍 那么第一个呢 是不至于就是说 我们把一些概念说的特别的模糊啊 这种语言都听得懂 你就知道我这个时候说的是啥啊 不放困啊 第二个呢 也会把有一些这种概念 在我们画画的过程中 直接就帮你把它讲出来 直接把它讲出来 让你知道它是怎么 怎么一回事 怎么形成的啊 刚刚我们定的这个总长宽啊 我直接示范一下 它的宽度是长度的一个四分之三 这么多 完整的示范一遍起形啊 然后整个脸部的二分之一处开始 整个人物的脸部呢 开始往往内收啊 耳朵的宽度呢 大概占到整个脸宽度的 四分之一左右啊 四分之一 多一点点 位置呢 在整个高度的中间位啊 中间靠下一点点啊 它的这个位置正好是眼睛的中间 眼睛的中间 所以整个人物的眼睛是在这一块 就是我们定的一个 头部的一个总长度啊 总长度定的是这么多 对不对 它的眼睛在一个中间位置 大致是在这儿 耳朵要稍微低一点点 耳朵画大了一些 应该是在这儿 中间靠地 琴呢要通过反复不停的一个调整和修改 看一下它的一个长度的比例 基本上是和它的 要大一点点 量下来画到脸的这个位置 这个量的话是通过元素爱图去量 是去找元素爱图的比例 刚开始的时候线可以画粗一些 这就是我为什么上来拿铅笔画的一个原因 因为它可线条粗一些的话 它形还看得比较清楚 你要拿别的工具的话 画这么粗早就已经不知道自己画的是什么东西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下端啊 眼睛下方的一个睫毛 眼线啊 上面类似于眼线的 这么一个睫毛的部分 眼睛的框呢 这时候不用画的特别死 先把它眼珠子的部分画出来 大家有人知道 美少女战士的作者是谁吗 我只知道作者的老公是 富坚一波 叫武藤什么来着 眼珠子呢 是一个 五类侄子 感谢万堂薄荷薄嘉宾的提醒 它是这样一个形状 一个倒八字 为什么不是水星啊 因为 因为我喜欢火星 下次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画个水星 然后 在我们的公开课群 或者我们的公众号 发给我们一起讨论 我一起看一看 我帮你看一看好不好 大家画的都是自己喜欢的 不用叫老师 看着多 听着挺身份的 你去叫我 叫我 阿皮 脱离 都可以啊 你去喜欢叫什么 叫什么 不要叫的 叫老师好有玉尼感 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个 画画的一个心得嘛 或者咱们以艺术家互称也行啊 永远的黄金 闪光艺术家 你好 然后他的眼睛有一个双眼皮 这边也有一个双眼皮 双眼皮的话 其实就是两条 两条线 和他的眼睛的睫毛 一样的轮廓 有人会说这个是因为 他是什么什么什么结构啊 他是这个眼褶子 他是双眼皮 他是这个 这那鸡啊 鸡肉什么的啊 咱先不说这些啊 现在太早了啊 现在说这些大家理解不了 说了也别说 或者说 当然大家可能理解啊 就是说我是考虑到 这个学习进度的话 说太早了 效果可能没那么好 没那么好 耳朵也是 耳朵呢 先有一个小半圆 然后这里下来 他这两条线不是黏在一起的 你记住一下 耳朵里面的这些线 他比较调皮 他都不黏在一起啊 你画耳机的时候 你联想一下南牙耳机啊 那个弯曲的形状 不是画耳朵的时候 你看我瞎说啥 画耳机的时候 脖子啊 脖子呢 他拉一条横线上去的话 他基本上是和他的嘴巴 鼻子是在一条线上面 在这儿 所以别把人家脖子 画得跟得了假抗一样啊 然后他的脸呢 这里有一座小阴影 在这个鼓起来的地方 这里也要鼓起来 你看我就用的是 大家能够理解的词 我不会告诉你 这个地方有骨头啊 得鼓起来 我 我当然知道这里有骨头啊 但是大家不一定啊 就是说 晚上的话去 大晚上的去撩人骨头 也不是特别的合适 我就直接说 你看这个地方 它是鼓起来的 那我们脸是对称的吗 那也 它也要鼓起来 这样是不是就好 理解太多啊 再去微调啊 咱只是先把一个大的形 画出来 头发啊 头发从它的发际限制开始 我们数一数它的牛海有多少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哎呀 这个小姐姐感觉这个发型像 没洗头啊 这个发型 这牛海 一缕一缕的啊 这是一 二呢 是在这个眼睛这个位置 二 三这个牛海很有意思啊 它是一个S型的 哎 四 四呢 是盖住右边眼睛 五是一个小的 六呢 是正好包住它的额头 它的额头 然后 七八九啊 就从它的鼻子这边 那条线出来 这是他们的校服啊 呃水手服 我怀疑这个是不是也就是港版 还是台湾版的那个翻译 把它们翻译叫水冰的一个原因啊 我小时候看那个版本 它里面 翻译的是叫这个水冰火星啊 水冰月啊 后面才叫什么 月也吐 火也溺啊 水也 亚美啊 小时候都叫什么 水冰水星啊 水冰火星 嗨 这个侠你太不了解我了啊 我的课什么时候出过枪 还有还有水水手月亮啊 啊 这个称呼我没见过 然后它的脑袋这个地方啊 有一组高光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我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了的 就是火也溺 它的头发不是黑色的 如果我小的时候 电视机没问题的话啊 我记得它头发不是黑色的 头发是紫色的 我好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小时候呢 有段时间我爸妈工作很忙 我就去我 舅妈家吃饭 我表姐带着我看美少女战士 嗨 我嘴上说嗨 能不能看别的 要不换别的吧 然后我表姐不换台 我内心可开心了 我还跟我舅妈说 我说舅妈 今天吃饭能不能稍微晚一点点啊 我不是很饿啊 其实是动画片还没看完啊 当然你一看啊 他只是 他就不是很 不是很像啊 你说 你这宽我呢 你这教的这个方法起行是不难 但是不像啊 我之前问你的时候 我不就说我画的不像吗 你给我来一个也不像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别急嘛 我们先把笔削一下啊 换个稍微尖一点的笔 哎呀 这个 这个你还送我一个 谢谢 首先第一个啊 这个脖子他画出了啊 怎么发现的呢 检查出来的啊 我们一看啊 定睛一看 他的脖子的宽度啊 还是比例关系 你看他多重要啊 我们一先看他的比例关系 他的比例关系 我从原图看 他只有他 他的脖子的 他的宽 这个总宽度啊 他只有他的脸的二分 就不是二分之一 我这一娘的话二分之一都不止啊 所以肯定你画 画宽了 他脖子就这么粗 就这么粗 从这开始 收小一点点 脖子 那脖子一改 是不是下巴也得改 脖子一改 下巴 稍等会啊 这个怎么这么盼着广告呢 你在你在 你在等我五分钟啊 你就我就把这个 件稿画完啊 那这个嘴巴的位置 要过来一点点 小一些 眼睛啊 这里 但是这个行应该是在这儿 我看有没有 新年来的艺术家发现 我少画一个什么东西 我先告诉你了 我少画了一个东西 我是故意少画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 防止大家上课的时候啊 注意力呢 有的时候稍微开一点点小拆 第二个呢 也是为了锻炼大家的观察能力 我就没见过这种 我就没见过这样的人 每次吧 自己画错东西了 还非说是为我们好 对不对 美其名曰 断念我们 哎 很棒啊 这个 小波浪波啊 很棒啊 眉毛啊 对不对 我们我没画眉毛 嘴巴还得再过来一些 眉毛呢 呃 火眼匿的这张表情呢 带着一点点像泪花一样的 可能是有什么事情伤心了 那眉毛是这种 和他的睫毛一样 到八字形 到底是什么让他上心的呢 我今天晚上得把动画片补一补啊 我好好看看 他太重了 擦不干净 听你aje了吗 东西的东西 置个 lid 我们下车的东西 就是我们下车的东西 你就让他让他保证了 我们下车又来个 struggle 那儿子 我们下车的东西 如果我去过来 自个人生里的东西 都叫他列好 打印纸 我不是A4纸 我这个用的是马克笔专用纸 这个用的是马克笔专用纸 待会我们要上颜色的 我拿一张打印纸 那一下就透了 不是打印纸 然后它的瞳孔我也画小了 还要再大一点点 不知道大家也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真人的话 我们的瞳孔颜色都是很重的 不管你是亚洲人 欧洲人 非洲人 瞳孔的颜色都是很深的 但是呢 动漫人物的瞳孔一般都是 不好意思啊 动漫人物的瞳孔一般都是一个 很亮的浅色 别问 问就是日本特色 然后这牛海也画长了 这些小细节呢 慢慢的去微调 它的一个前提是 你得先把整个人物的大轮廓 给画出来 所以咱们总结一下 我们在启行的时候 参照的依据 我们说我们用的依据 我们用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长宽比例关系 脸宽多少 脸长多少 以这个呢 来搭出我们整个大的框架 然后呢 我们会通过一些辅助线 比如说这种辅助线 来检查我们人物的脸 有没有画歪 有没有画倾斜 然后呢 再通过五官之间的位置关系 和比例关系 将五官它的一个形状给定出来 比如我们慢慢调整的时候 会发现 那嘴巴的话 它其实应该是和鼻子 它是垂直方向是不超过鼻子的 所以这个嘴巴的位置 要进一步去精 再去精确到 它到底在哪 然后 像这些小细节的话 那都是你在完成了整个画面之后 包括你的头发这些部分 稍微给它处理一下 这个层次关系 这些都是 你后面起情完成之后 可做可不做的 你不做呢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平面绘画的风格 待会我们上颜色就是平图 真的就是平图 所以呢 你自己有更高的追求 你想说我把它画得更加的 我觉得要有我自己的风格在里面 也可以啊 但是前提是呢 你得先把整个大 起情先完成 所以我们做事呢 学东西呢 都是有方法的 得按照这个方法来 那么方法不对呢 效率它就比较 它就跟不上 效率就跟不上 那方法不对 努力白费 对不对 那这个步驻图呢 我们待会都会通过我们跟拍的 不是跟拍啊 通过我们拍照的方式呢 给大家放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 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起情和步驻图啊 起情和步驻图 待会我换一张 这样不是很清楚的 换上再给大家进行下一个步驻示范 我喊一下我们的 哎呦 喊一下我们的这个助理小姐姐啊 云朵 云朵 拍一下照 辛苦您了 啊 那么利用咱们小姐姐拍照的时间段呢 啊 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吧 啊 啊 好啊 这弹幕里头就没问题啊 问两个呗啊 稍微给点面子 问问两个呗 问两个问题 让我回答回来问题啊 回来问题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 我之前画的这些步驻图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我画的那个表情包啊 那个表情包 那这是另外两张 那这个是我画了之后呢 我这个是把铅笔削尖了之后呢 画的比较慢 今天给大家示范 我因为要快速出效果 快速出效果 所以我呢 就画的很重 那不可能像这样子 还处理的这么细 包括呢 你大家看我 这一张上来拿这张 下面也是有擦过的痕迹的 但是就是画中了之后 就擦不干净了 那这一地方擦不干净了 但是好在呢 我们这个红碳笔呢 和我们的马克笔 它是比较相融的 它不是 它不会就是说影响 它不会放底色起来 所以我即便没擦干净 也没啥 待会上颜色呢 也不影响 那这么好用的红碳笔 在在哪买的呢 啊 这个就是 大家关注公众号的时候呢 可以搜索一下 我们的这个官方微店啊 官方微店啊 它是在我们公众号的这个啊 你直接搜索这个店铺啊 搜索这个店铺 诱化商城啊 你进入进入微店了啊 你就可以去 我们有 不光是我们这个 创意手绘用到的马克笔啊 啊 马克笔本啊 还有我们平时 大家很喜欢的水彩啊 啊 采迁啊 那这些工具呢 我们都有详细的 不是说简单简单的工具啊 我们有详细的一个使用教程啊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 红碳笔 那么你怎么欺负湖南人呢 啊 红碳笔 啊 谢谢啊 什么 胡 胡 胡碳笔啊 提两个问题呗啊 这是给大家解答问题的时间段啊 怎么不提问题啊 你不听问题 那我打 那我就打广告了啊 啊 这里呢 我们要去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为什么呢 我们要啊 啊 我看到了啊 为什么这个卡通人物眼睛大 嘴巴小 那是为了可爱一些啊 正常人物的话呢 正常人物 正常人物一般就是这样的一个五官比例嘛 对 这样的一个五官比例 他就会显得怎么说呢 你看和旁边的这摘一头比 那明显的一个更可爱一些 对吧 他眼睛占的比例大 他就会有一种什么呢 婴儿的感觉 就我之前在上一期 大家出门左转啊 上一期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的公开课 画那个西高地白梗的时候 我提到过 就是说呢 咱那个眼睛占的大 就是说他的头部 他的一个比例 眼睛在脸的二分之一处 什么什么什么情况下 哪种人或者哪种动物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我们人类的婴儿 或者说我们一些幼儿期的动物的幼崽 他就是这种情况 他的这个脑门比较大 然后脸呢 比较的小 比较的短 眼睛占的比重很大 所以会给人一种啊 就是觉得他很可爱的一种效果 我可能啊 我这么揣测的啊 可能这个动漫工作者 也是出于这样一个情况 这样来考虑的吧 画卡通人物的话 用不了多少颜色啊 咱们今天肤色就两颜色 那这个就不 这个可叠的比较多啊 风格不一样啊 风格不一样 那同样是画人物 我这一张我也没画多少颜色啊 这张也没画多少颜色 这个的话也就是两个颜色 我们待会儿画的这个和他差不多 像这种小的人物的话 和我们今天画的这个美项人战士 差不多就是两个颜色 一个浅的颜色做一个底 然后深的一个颜色 稍微表现一下一些光影部分 好 回到我们的画面当中来啊 我这里呢 准备了一张铅笔稿 我这个上面再去画 已经太重了啊 已经画太重了 我准备了一张铅笔稿 准备了一张铅笔稿啊 准备了一张铅笔稿 那这个线稿呢 我也会发到我们的公开课群里 发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这个线稿去 你磨啊 去你磨 比你磨原图可能稍微要容易一点点 一些线条我帮你归纳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就要教大家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了 就是我们的一个勾线 我们在完成线稿之后 一般会把它细化 一般会把它细化 细化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线稿勾出来 待会要上颜色 对不对 我把它勾出来 用到的工具呢 就是我们的针管笔啊 针管笔啊 市面上有很多种牌子的啊 我用的呢 是大家比较啊 比较常见的啊 樱花 那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两点啊 就第一个 我们在画线稿的时候呢 需要表现出线条的穿插关系 这个是可以通过训练来完成的 大家不要不要慌啊 但是前提是 你需要对线条有足够的了解 比较熟悉 所以线条的重点呢 其实是对于线条的一个掌握 你下笔呢 要快 下笔要快 你不要犹豫啊 你一犹豫就不行了 你下笔要快 尽可能的果断 那这个的话就是 那你的线条得有一定的轻重变化 它要是都是平均粗细的 它也体现不出这个画面的张力 那这些的话呢 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系统的方法 方法去练习 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点是说 画线条 它要注重这些技法 那么这个是要训练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训练 要讲究方法 它要讲究你的素材图 你的工具 还有你的现阶段的一个练习水平 它要和它完全对上号 我怎么说呢 这个的话 我想借我们的 我们诱化目前的创意手绘课的一个课表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不好 大家看到我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我们这一次课程 我们一个 我们诱化的一个创意手绘课的一个课表 我来解释一下 刚刚说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在念线条的话 对啊 我就是在跟大家 我来听我解释 想听我解释 我们在念线条的时候 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完成一张画 那你这个线条 你不能够把它单独作为一个部分 去说就是去揪入它不放 你得把它带到你的整个目的当中去 我要完成一张画 完成一张画 那我 我可能是要画一个人物 我最后要画一个人物 全身的人物 那我可能第一步是干嘛 第一步就是单独念线条 对不对 那念线条 怎么念 首先我要知道有哪些工具 所以我刚刚说的 你的这个练习要讲究方法 要讲究材料素材 手法同步 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过程 不是说你要念线条 就埋头去念 首先我们可能要先跟大家讲 这个工具有啥 你拿什么念线条 对不对 我们有哪些工具 然后常见的技法有哪些 那我可能在这个课表当中 写的是这个编毛衣 那么我们出门的话 可以左上看到我们去年 还有一节公开课 是专门讲这个排线的 大家在今天课后也可以拿出来看一下 讲完这个之后 我们选素材的时候 就额外的要注意了 额外要注意了 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你去画线条 手是肯定会抖的 并且画得很粗 像刚刚侠说的 我现在会不由自主地画得很粗 因为我如果很用力 线条就很粗 如果我不用力的话 可能线条歪歪扭扭的 我就是找不到这个点 所以这个时候你去要是让你念一个活蹦乱跳的人物 或者是活蹦乱跳的动物 那你这个时候是不太好掌握的 你掌握起来不太容易 掌握起来不太容易 你像我们今天这个人物 他是平面的还好 是平面的 他倒没什么 大面积他都是要涂色的 可以最大限度的遮盖你的一个线条问题 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选这个图的原因 我们是有原因的 你看他的线条 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 相当于是个小的面 他没有太去考验大家的一个勾线能力 大面积都是涂色 你要是换张摔图 咱要是换张摔图 你看我们刻板当中的最后一刻 我们刻板当中的最后一刻 你这个 我上来我就给你来这个摔图去念 那你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他的围巾 他的这个头发 这些我肯定 我没法下手啊 所以你最好的练习 这个阶段干嘛呢 就是最简单的直线嘛 你看我们选的这个图材 选的这个素材图 画城堡都不是画那种花里胡哨的 画的是这种最简单的 直来直往的那种城堡 它就是让你念直线怎么拉 然后线条怎么通过叠加 怎么通过加颜色 让它有这种轻重变化 那么念线条的话 我们是刚开始从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从真观笔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得改的余地 我们就是要锻炼大家的一个 但也不能这么讲 要看你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的这个线条练习的话 是为了其他科目服务的 那么肯定铅笔 是最通用的 如果你是为了画一些小插画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在念完一段线笔之后 直接就上手用真观笔 也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在念完直的之后呢 我们就会画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点的 直的里面带一点点弯 我们在画直的拱门凯旋门的时候呢 里面有一个拱旋结构 它是有点点弯的 所以我们第一课画的是纯直线 第二课呢 在纯直线基础上加一点点曲线 这个难度是一点点加码的 刚开始你画直线 这个你是能够控制力度的 因为无非就是 比压下去的时候使劲的大小问题 它不存在什么 还要什么穿插呀 还要什么倾斜角度啊 没有啊 主要就是一个力道控制 然后到这一刻的时候 有一点点跟你说 你要注意整个线条的一个趋势变化 线条的一个穿插了 再到我们这节课 讲这个无忧攻的时候 它就是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曲线 去组成的了 大面积的曲线去组成的了 一步步来 再到有了这些技术之后 我们可以简单的再说一些种 装饰上面的画法 比如我们前面放的都是西式建筑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会通过回到东方建筑上面来 我们在课程设计上面 尽可能让大家感兴趣 你要都画些什么三角形 圆锥 球 晚大晚上的看这些 它容易睡着啊 所以我们在后面的时候 我们从西式建筑 回到我们的东方建筑当中来 有了前面的曲线和直线经历之后 再去讲一些斗拱 然后我们的屋檐 还有一些脊兽 包括我们的一些梁架结构 包括我们塔的时候 说一点点这种 风景植物的一些相关的画法 这些技法呢 放出来之后 就会让你又有一个学习的一个镜头在 那前面学的这些 可能你觉得画了之后 好像画着画着也倦了 然后这个时候给你来一个稍微难一点点的 我们把前面的曲线直线总结起来 再通过一个感兴趣的素材 我们把这个方法沉淀一下 最后我们放了一张马克笔的一个上色 马克笔的一个上色 选择的也是我们中国木建当中 非常有代表性的佛光寺的东大殿 然后呢我们这个课程分了阶段 把前两阶段啊 一个基础的运笔练习和我们的建筑方面画完之后 你的直线就有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练习了 我们一共用了九节课的八节课的时间 八节课让你专门把线条的直线 曲线的穿插理解清楚 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再来跟你讲 动物的身上哪些地方体现了曲线的穿插 哪些地方体现了直线的虚实变化 我们通过最简单的鱼开始 然后再到我们的哺乳鸟类和哺乳动物 因为这些动物呢 它和人类在骨架上面 它是有相似之处的 我们画这些 一方面是为了承接上面的基础知识 第二个呢 是为了我们接下来要画的人物做铺垫 我们上来就跟你讲人物的骨骼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呢对大家来说理解成本太高了 我们通过动物 先把这个骨骼的部分呢 先分担出去 先来三节课的动物啊 然后再用我们更加能够理解的 今天这种模式的这种卡通风格的一个 这种绘画来教大家真正的理解了解 正式了解我们的人体的躯干 鱼怎么画 鱼到时候上课的时候会告诉大家的啊 你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课程哦 最后呢会教一个这个 简单头像的一个处理啊 才就是我们的一个人物会画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这个跨度很大 但是你看一下我们的课时 这个小姐姐我们画两节课啊 这小姐姐原画有多大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系列的原画 这一张呢就只有这么大啊 就这么大 这张稍微大点上课肯定不会画这么大啊 上课就跟我们今天的一个大小差不多 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大小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大小 那我是把我们上课的一些图片也都拿过来了 我们这个马克力笔纸还是挺神奇的 它很薄啊 有些起形稍微没那么强的同学呢 还可以利用这个稍微考考型也行啊 我们要求没那么严格 但是这个人体去干 你像我们今天这个动物上一期的一个动物课的时候 也是用的这个方法先两比例再画大轮廓 再画这个动物勾线上颜色 然后在动物当中 我们会穿插动物的一个骨骼结构啊 人物的骨骼结构 我们再讲的时候 你就有了一个打底的了啊 我们之前聊哺乳动物的时候说过了 相关的一些结构 哪些我简单说一下 你像这个肩胛骨骨盆 这个躯干部分啊 这个胸腔腹啊 我们讲盆腔部分 这三大块哺乳动物都差不多的啊 包括我们的骨骼啊 病骨肥骨啊 病骨啊 这个筋骨肥骨 它的一个冰骨啊 然后我们前面的 它的老骨和公骨 这些它都是差不多的 人也是这几个骨头 我们讲动物的时候 其实就是把人物的一些知识点 把它分出去了 这个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是减轻大家的理解负担 大家在网上学画画 平时白天要上班已经够累了啊 如果还让你去记这个记那个的概念 那样是真的很累 对不对 我们尽可能我之前说 为什么说别叫老师 就直接叫名字呢 我们在线上会画的话 有一点区分于传统 我们其实不是说以一个带引号高高在上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我一定要教你 你要怎么听我来 怎么跟我说什么的 我们更多是朋友 我会 怎么说呢 我会设身处地的替你去想一些问题 对吧 我以前自己画画的时候 有过哪些苦劳 有些东西我可能不想记 那我们就尽可能的把它拆细一点点 那样至少记起来没有那么麻烦啊 没有那么麻烦啊 这是刚刚的那一个那两个建筑 那两个建筑 那两个建筑 其实都画的比较小啊 都画比较小 也是考虑到他只有一节课嘛 所以画的比较小 我们最后的这个小姐姐 他只有这么大啊 他只有这么大 所以两节课去完成他 大家不要觉得有什么压力啊 不要什么压力 你15节课下来之后呢 再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话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啊 那我们像这种卡通的这样一个人物啊 卡通的人物也是会比较容易 那还有一点呢 其实就是刚刚你们说的这个鱼啊 你们说的这个鱼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其实啊 这一次在安排课程的时候啊 重点还要跟大家说一点 就是我们的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并不是一个呃单向的 你说哎 你画个画你还玩起科幻来了 是不是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 你这15节课 你是顺序听完之后 你觉得有些东西我还 似懂非懂这个时候 你这个时候还可以回过去啊 咱这个是有录播的啊 咱是有录播的 你到时候还可以回过去再看啊 然后我们一期的时候 你还可以看上一期的内容 也就是说你这一期 我们上一期的内容 给大家刚刚给大家展示了啊 就画了这个鱼 这个鱼和这个白弦 都是上一期的内容 你在有了这一期的这些结构知识之后 你在去看上一期课程的时候 你说哦 原来讲的这个动物 它的这个结构 它这个比例是这么回事啊 我现在在看原来的这个录播的时候 哎 感触不一样了 那我们有新课开了之后呢 我们一般啊 我们的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程海报啊 我们的这个 这是刚刚那个清水寺的一个山门啊 这是山门 我们的一个适用人群 就是美术爱好者啊 然后这个手绘和插画入门 提高你的一个快速造型能力啊 这次啊 呃 模模你发师傅画的一些画啊 刚刚讲的这个课程的目录啊 第一部分是讲这个工具和基础线条 第二部分呢 是整个的一个建筑 为了提升它的一个趣味性呢 当时也是想了很多西级国外的名字啊 想了很多西级国外的名字 最后是呃 动植物部分啊 动植物部分啊 动植物部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的往期的一些啊 小伙伴们 他们画的一些 手绘和速写的一些作品 这里有我们卷儿同学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 呃 有我们卷儿同学的作品也在这个里面啊 这个小小小狗啊 然后我们的一个上课形式的话 就是每天会有一个作业指导 这个作业指导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你自己再去 有一些知识点 你理解 不是很到位的时候 我们通过看作业的话 我是可以 以我自己的一个身份的话 我会直接告诉你 就免得让你自己再去 再去 再去猜了啊 这个作业指导的话 是每天都有 除了工修啊 每天都有这个作业指导 服务期之类的话 我们每天都会帮你一对一看作业 就是会告诉你这个作业 哪个地方还要怎么改 还要怎么去调整 你的哪个部分 这节课 或者这个视频的某一个知识点 你理解的比较好 你可以去 继续去 去发扬光大吧 那么有些地方也要注意了啊 你这个地方出现了 有三次这种情况了 我觉得你这个知识点 可能掌握的不是很 很牢固 那么你不妨重点去突击这一块 那这个就比你自己去查楼补缺 要好很多啊 那么我们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啊 你不妨 那你可以在今天课后呢 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我们目前正在招生的这一期 图形创意与手绘课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目前又画教育最后一次开设 图形创意与手绘课了 那么后续的话 我们会有新的速写课来代替这些课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课程内容的话 又比较喜欢我们上课的风格 那么就抓紧机会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吧 如果要联系我们的话呢 可以详细 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唐糖老师的QQ和我们的微信 还有我们十三老师 他的不叫老师了吧 我刚刚说了 不叫老师啊 唐糖小姐姐和我们十三小姐姐的他的微信 和QQ的一个联系方式 那么这些更加详细的内容呢 他们会有更加专业的一个解答 那我们回到正题上面来继续画画 继续画画 一顿口拨完了之后发现人走完了 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的征管笔啊 征管笔拿出一支征管笔来啊 我选择的是一支不粗也不细的01啊 咱们这一页课呢 你就可以稍微的稍微的放松一点点 你把这个笔啊 稍微倾斜一些 倾斜一个大概 45678度吧 这是倾斜一点点啊 倾斜一点点 咱先从那个你最容易 最不重要的一方开始下笔啊 这是我的个人经验 我自己就是这么这么这么画过来的 这个我咱们在安排课程也好 跟大家上课 不是跟大家分享这个示范也好 我会尽可能的回想 我当年是怎么画的 相心比心嘛 你说有些东西 我自己当年画的时候 像刚刚说 为什么要先画建筑 画直线 那上来的时候画曲线 我手抖啊 我你看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我手抖啊 我自己当年我 我画这个 我手也抖 那我为什么还让你们这样去做呢 对不对 那我要是这么安排的话 是不是居心有点叵测了 我明知道你刚开始 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 跟你讲谷歌 你别说听不懂 记得记不住 然后这个时候跟你去讲曲线的穿插 我念的时候 我鼻我都拿不稳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 你肯定不行啊 自己以前画的时候 受过这种苦 为什么还让大家再来吃这种亏呢 对吧 我们既然以互联网这种形式的话 就是能够 就是要降线大家学习的成本 对吧 我们一起乐分享嘛 刚想了解一下 没关系啊 你这了解 进来之后 你还可以了解上一期的录播啊 咱们的课程体系啊 都是不停在更新的 我们先从最不重要的地方开始 这是我的个人经验 因为你第一笔画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出一些小的瑕疵 你画一些不重要的地方 待会可以遮住 比如说头发啊 我先从这开始 哎呦 你很快啊 不要间隔 然后你可以有一点点难度 一点有难度的 就画他的这一个手法高光的部分 可以用这种小波浪线啊 小波浪波啊 小波浪线 就画他 这个是我们目前呢 我们 优化教育之前 目前正在尝试 线上的儿童绘画 这个大家应该也知道 平时我也录了很多小手工 那么后续的话呢 我会有更 我会把更多精力放在 儿童绘画上面 所以这一期手绘呢 就是我们 我个人的最后一次直播课了 后续优化肯定还会有 还会有课程继续开啊 这个手绘方面的课程 包括我们 川雁老师的这个 川雁小姐姐的这个榜会啊 手绘啊 人物啊 这些都会 平时的啊 都会在后续跟大家见面 我们现在在进入课程的 研发过程当中 也是整体的调整 和我自己的一个调整啊 所以的话 我只是说我自己这是最后一次 带这个手绘织播客 后面的话 你们要看我就只能够去 小朋友视频里面看我了 稍微把耳朵后面画一下 我觉得大概率也是会和素描挖钩 因为你们想尝试那种的 人物的一个 千探笔的一个绘画的话 它还是跟素描 要 其实大家如果是大家课后 可以去搜一下 你其实在 咱们这个目前讲的素描也好 这些西式绘画当中 它的发源地 其实根本就不分什么素描素写 画的快的就叫素写 画的不完整的就叫素写 画的完整画的快的就叫素描 没有分那么细 分个专门的科目啊 这个也是国情需要嘛 有了一个这个素写科目啊 尤其是通过美术考试 大家都知道的这样一个科目 最典型的就是你去某宝上面去搜啊 你搜什么啊 或者说去某度上面去搜 你说哎 什么十大或者百大 呃 素写大师 啪出来几个人啊 你把这个上面的那两字一换啊 你怎么百大十大素描 你会发现趴出来还是这几个人啊 顺序都没换啊 把他的牛海像画一下 这是一个啊 S型的一个牛海啊 因为是最后一次这波课呢 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的话 也是和以往不一样 当时是定了一个目标 说如果我们当时定的这个小班 就是50个人嘛 就只招50个人 如果能够招满的话呢 什么时候招满 什么时候提前上课 就不等了 以前我们开课 可能大家都还要稍微等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就不等了 然后那一次我们在群里面 就当时我们现在这个 新课的这个群啊 就图形手绘的这个群里面聊天的时候 我跟已经在群里面的艺术家聊的时候 我就说 哎 当时说 哎 到时候就卡在49个人 我们还把这个 呃 美国的那个球队啊 49人队啊 把他的图片放在我们群里面啊 说这个49人队先挂我们这 看到时候会不会真的就停在49人啊 你看这个就顺着过来的啊 你去勾这个线条的时候 不用太有压力 因为我勾的时候 大家看到我是斜着勾的 我没有特别时间去勾它 我只要勾到 我觉得我想要用力的地方 我才会稍微竖起来一点点 就这个人物来画的话 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就是你在画这种凹下去的部分的时候 可以稍微用力一点点 可以竖起来一些 到这种凸起来的部分的时候 你稍微斜一点 用你的这个侧 侧峰的位置去稍微滑动一下 它现在会稍微轻一些 当然我这个处理的时候 没有太大变化 在这里示范一下 就是这个也不是很明显 这也不是很明显 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动作 对不对 我有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我会稍微逆起来一些 然后又斜过来 就这样的话 它你的笔头 我们的这个针管笔的笔头 它是一个圆柱形的 它是一个圆柱形的 它的侧边缘是比较锋利的 所以你在侧边缘滑的时候 它线条会相对来说细一些 你看你侧边缘滑下的线条 它是弄特别细的 但是你要是把线条这样 看没有 它就会一粗一细 这个明白的话 可以敲一个1 侧着画的线条 它就会比较细一些 感谢观看 然后用侧着的线条 用细一点的线条 把它头发这里的高光画出来 我这里示范是为了让大家看更清楚 用的是黑色的针管笔 我们到时候正在上课的时候 上颜色的画作 我们会用灰色正观笔去画 会用到我们的灰色正观笔 我现在也是在帮大家选材料包 看一下我已经提前画好的一张 因为为了能够快速的上颜色 我是提前画了一张 那么灰色正观笔看上去 就跟铅笔没有是它的区别 马克笔覆盖上去之后 它会非常非常的 就是看不到那个线稿了 最后我们可以再去勾一遍 如果你直接去上颜色的话 效果没有那么的自然 当然了你要是说我直接画了之后 我就最后拿一个黑色的正观笔 我再加强一遍也是可以的 工具选择只是一种建议 然后眉毛的部分 眉毛的部分呢 我是由几组线条所清洁组成的 灰色的正观笔是五竹 我把它的眉毛多画出来一些 所以我把牛海的分音捋出来 我把牛海的分音捋出来 鼻子啊鼻子现在不用特别特别肯定 普通话方面可能围乱大家了 就是那个啊 对啊白欧 天际记白欧帮我解了威啊 然后下眼睫毛的部分呢 画的时候 眼条 你稍微的啊 就是说没有那么果断也不要紧 上眼睫呢 它是有一个转折和厚度 上睫毛啊 上上睫毛 我就不说眼瞼 这个不好理解的词了 好 你不说眼睫毛 是有一个转折和厚度 你不说眼睫毛 你不说眼睫毛 但是另一要不得了 我骗到你的转折和厚度 它是有一个转折和厚度 线远的转折和厚度 好 你不说眼睫毛 你不worker 是完成的一个卡通头像 下一次的话 我们会尝试一下 我们课程当中安排的内容 就是建筑 不知道大家感到有兴趣 下一周的公开课 我们会画一个简单的凉亭 可能我这个普通话 你也听不懂我说的是啥 后续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会以文字的方式通知大家 那么最后会画一个完整的火眼力 就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一个 我们把结构画得特别细致 听懂了就好 我生怕我的普通话 我为懒得打架 好 然后呢 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大别学 我喜欢用这样去握着笔 天哪 你看这个时候 我是把笔尖稍微悬起来一些 就是好笔 这个是我的笔面 然后我的笔尖 我是没有完全接触到它 轻轻的从上面 扫过 这种感觉 从上面扫过 它现在就会很轻 就不要用你把它摁在纸上面 轻轻的划一条线 好 好 眼里有光 有两三处高光 我这已经是很方言了 我的方言和 昂沙话可能稍微有点区别 然后把它脸部的这个小阴影 我给大家画一下 示范一下 待会在画的时候呢 稍微的 用灰色的针管笔画的时候 它就会很浅 我们这里稍微的勾一下 包括它嘴巴下面 这里有个小窝 我用常德画上课 你会觉得不像湖南画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参甲 那这个 我就继续用这种塑料普通画吧 谢谢 我真是啊 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有一次在走廊上和我同学打电话 我用方言打电话嘛 我们那有个老师 他是 湖北 恩师的吧 是是恩师吧 就那个土家族自屈啊 他在旁 他在那个外面 是抽烟还是干嘛 我在那打电话 打完电话之后呢 那老师 一脸要过来跟我认老乡的感觉 我连忙解释 我说不不不 不是不是啊 都不是一个省的啊 后面我是有一次什么机会 我 真的是听到了恩师话之后 我才发现 哇 这真的很像啊 然后把这个他衣服的 我们装饰一下画面啊 把他衣服的领子这里 轻轻的排线画一层阴影 然后换一个不同的方向 牵扯一点点 线条出来 这个部分先不要涂啊 这个部分不要涂 你这地方涂成黑了 待会儿没法画了 这里呢 也可以轻轻的 把你的正观笔提起来 悬空画点这种斜线 波浪波 波浪波你是恩师附近的啊 这颗波浪波你是恩师附近的啊 然后它的装饰这里 可以再加重一点点 你还别说 之前我们有一个学员 有一位艺术家 是彩迁班的 他也叫PP 他当时我那个时候是 刚做完彩迁的作业点评 完了我下课去看作业了 他撕了我 他问 托尼我们是老乡吗 我说没有啊 不是啊 他说你的普通话里面 带着我家乡的那种方言的味道 我说 不标准的方言 不标准的普通话 听起来可能都差不多 你看 为了追求这个画的味道 我又没有把这个线条画直 今天断了 这个你可以就是说片条稍微中断一下也没关系啊 你太过分了 耳朵这里面画一点点小小的 线条啊 我不说那个词了 眼睛这里排线 能不能说 那个词 那你怎么做 我好好看 这个笔用的很长时间了 没人给我换新的 这是咱们这种里面熟灰 创意熟慧 速写的一个优势 不是很挑工具 那天在群里面讨论的时候 我说我发那个素材图的列表 材料的列表 他说我这么多 但是稍微一核算 虽然东西多 但是价格加起来也没多贵 都是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 像这个什么 针管笔 你可能一期十五节课 也就用个一两支 你要实在 针管笔的话 其实现在又比较好买 画一些这种网格纹 把它的颜色慢慢变深 嗯 这样的话呢 颜色既有一个深浅变化 也不至于太不透气 就是在你没有网个 没有网点指的情况下 一种 自己去想的一个办法 一般漫画的话 它会有一个网点指 直接贴上去 用的呢 也是那个剃头笔 沾墨水的 那么我们 根管笔的话呢 笔头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 如果你想要那种感觉的话 你可以用钢笔也是一样 我觉得你单独去买 如果你不是正二八紧要 全职全漫画 我倒是没有必要 你去专门买一这样的笔 然后呢 把头发 我想呢 把它这一侧呢 稍微做出一点点阴影来 你可以以一点为标准 然后往下面去拉这种线条 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上面 粗下面细 然后接一下 就会让这个上面 有一点点鼓起来的效果 不是所有地方 都是这样去用笔啊 就是还有区别 外面的话 我会用的标实 然后呢 然后呢 用这种快速的线条 拉一下 影子画了之后呢 就能把它这个头发的部分 给送托起来 然后下巴这个位置 可以加重一点点 然后就这边的一块 把它接过来 我想呢 把它稍微做一点点穿插 我看到了 这些战刀的 就会让它们 再次开需 一边 我们再次开启 还有我们再来 下巴 然后呢 把耳朵后面可以 画一点点这种 这种交叉的这种线条 最后再把它高光周围的线条 再拉长一点点 刘海上面呢 也可以有一点点这种小小的 那么正观笔的部分 我们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后的一个 步骤上颜色了 上颜色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拿出 准备的 准备的这一个 灰色这一张 灰色这一张 因为上颜色的话 我们尽可能让它清楚一点 清楚一点点 我先把它撤下去 让云朵小姐姐 再拍一下照片 把这个步骤图拍详细一些 云朵 那么我们的这个照片的话呢 大家记得直播结束之后呢 去我们的公众号 去找一下这个公众号里面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还有一个公开课 回放 大家看到吗 这个公开课回放 它就会有我们 这几次的 这几次的这种公开课 公开课的内容 就会有这个 链接在这个里面 大家记得到手续里面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一期的话 其实针对于我们的课程 还写了很多这个教程 之前我们在讲这个建筑的时候 建筑的时候 专门还 我们还搞了一个游学祭 大家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 看一下 可以去我们去里面 稍微看一下 等待拍照的时候呢 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吧 这一次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提出来 把我们的人美怒子野 这个拿出来 来吧 提两个问题呗 然后没问题的话 敲一个一也行 没问题啊 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 我们就接着来 画画啊 然后大家 还有一个公众号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 优化教育 优化教育 这里面也是一样 然后这是我们之前 这一期课程 不是要讲建筑吗 所以我们去年是专门有去 这个 山西北部去做 去做这个实际考察啊 去看了这个 火光寺的一个构造 因为涉及到建筑的一个透视啊 包括结构啊 我们想尽可能的把这个斗拱这些呢 把它弄清楚 所以我们有一些知识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直接以文字的方式 把它放在公众号里面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结合着我们的素材 我们的文章 这样会更加立体 然后这个我们这样 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我们的公众号搜一下 叫做 幼化游学记啊 近北看房笔记啊 我画这些摔图都有啊 大家去搜的话都有 我都会 都已经让我们的云朵小姐姐 去拍好照片了 最后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步啊 我们的上颜色 我们拿出这张之前就准备好的 灰色马克笔画的一个线稿 这样会更加适合我们的一个上色练习 为了让大家每一步都看得更加舒服呢 我其实是提前画了好几张 尽可能的让每一步都是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如果说按照我自己绘画的习惯 我完全可以 我就凭着怎么习惯怎么来 但是这样的话 大家看着不舒服 我是舒服的 但你们不舒服 我一个做视频分享的 我不能这么 我不能 我是靠大家来看这个视频 对不对 我不能够这么 我不能够这么想 不能这么想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提前把 出片尽量的都处理好 上课的话我们也是会这样 尽量把这些知识点都拆分开 我们本身就是做这个的 就没有说什么 还什么 觉得是一个什么 值得拿出来说的 这个倒没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做绘画内容 分享或者说绘画示范 或者说教程的工作者 必须要做的一个事 就是尽可能的大家选择相信我们 我们就得对得起大家这份信任 最后拿出我们的马克笔 今天我们用到两支颜色和 比较简单的 一支是画人物的时候 最常用的一个色号 我不应该说色号了 但是没忍住 就随后说了一下 就是一般的马克笔里面 这个颜色标的号应该是172 其实是一个浅肤色 还有一支 也是非常常见的一支肤色 稍微偏红一点点 一般的话色号是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YR 就是一个黄粉色 就是一个黄粉色 黄红色的一个 一个偏红点的一个肤色 一般是356还是355来着 但各个品牌色号不一样 大家别提色号 就是一个稍微粉一点 一个稍微的 就是偏那种亚麻棕一些 偏亚麻棕的颜色更浅 我们先拉这个打底 那么我的笔是一个软头的 为了公平起见 我就拿大家最常见的 就非软头的笔这一侧 我在上色的时候 我不喜欢用小头 所以我是一般都是用大头画 你看这个纸很薄 但是它颜色是不会透 也不会晕开的 大家在画这个马克笔的时候 有一点就是会发现 那种很薄的纸 像打印纸的话 画完之后 这个颜色就晕开了 但是专用的马克笔纸 之所以敢叫专业的马克笔纸 马克笔专用纸 就因为它确实就是 马克笔的一个材质 跟大家稍微简单的聊两句 我们现在用的马克笔 一般来说都是叫酒精性马克笔 它的材料 是我们的一个油墨 油墨加上了酒精所组成的 它比较快干 酒精易挥发 它干的比较快 所以马克笔一般设计从业者 用的特别多 像我们讲这个类设计 设计师给你出这个效果图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像我们常见的工业设计 出这个手绘图的时候 还有我们的服装设计 出这个图的时候 大量会使用到马克笔 大量使用到马克笔 那么后面是因为日本的漫画里面 它也会大量的使用马克笔 做封面头图 我们现在在会话当中 用马克笔用的就越来越多了 这个本子的话 我们店铺是有链接的 具体的价格 我上课的时候我不太方便说 大家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这个本子是康颂出的一款 马克笔纸 网上也很好买到 有一个100页的 还有一个50页的 50页的便宜一些 这纸是真的挺要用的 因为像什么康颂的纸 然后樱花三宁的笔 施德楼的笔 这些都不用说什么 像我们这种小画的 都轮不上 都排不上号 说给人家打广告啥的 人家都瞧不上你这大广告 人家的产品还用得着你打广告 所以这个就跟像我们推荐 什么 有个什么不恰当的例子 像一些日系的汽车 或者说一些小家电 这种以前我们户备的时候 就是说那种日系的小家电 或者是汽车之类的 这就不需要你去额外打什么广告 就是让大家知道 他们公司或者他们旗下 有这种相关的产品 大家的话有需要可以去进行相关的购买 今天用到的马克笔是国产的一个发可乐 然后颜色的话 在干之前我是可以用手去稍微的蹭一下 干之前的话是可以反复的去涂的 让它的笔横感 你要觉得那笔横感不是很好看 你可以尽可能的多除几层 让它慢慢的融合进去 不过没关系 它干的比较快 干了之后就没那么明显了 灰色正管笔的一个好处就是图完之后 你能看到这个线稿 能够指引你去画下一步 但是它不会说太影响你的一个画面 大家如果是签笔搞没撒干净的话 你自己就有感受 它会泛颜色上来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然后这下面颜色是因为我板子有颜色 待会我电章纸的话就没有这个颜色了 我板子下面有颜色 不是说这块颜色是有这么一个深的变化 它是下面有颜色 这个计法就是很简单的平图 就平图 我们的就块马克笔纸是很薄的 你看 这么薄的 就虽然不能当拷贝纸用 就它基本上就是你在启行的时候 可以是帮你稍微辅助一下 但是呢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启行 毕竟教大家方法了 就它薄的基本上可以看到后面第二页的内容 看不清楚 但是就很神奇 我们当时一看 我这只这么薄 好普嘛 但是试完之后就真香了 嗯 嗯 嗯 如果你对于颜色的色接涂色的时候 你实在是什么 什么颜色叠加 实在处理不好 你就干脆去买软头的马克笔 因为软头马克笔 是专门为了动漫类绘画 所设计的这样一个笔头 你如果它的一个颜色渐变效果 叠色的时候的笔痕 是要比宽头的马克笔 是要好很多的 你如果实在是觉得颜色过度 没有那么好的话 你就直接选择用软头马克笔 时候又没了 我今天是画了很多张步驻图 我今天画了很多张步驻图 我每一步都画了一个步驻图 因为之前我在刚刚画的 刚刚画的一张是这张 还在我手上 那线条也还在 我是说这个黑色的 上马克笔的之后 会稍微有点点跑色 所以我专门用了一张上颜色的 用一张灰色画的 我们后面上课的时候 也会用到带颜色的 灰色正观笔 然后用偏粉的这一支 把我们刚刚画这些阴影的部分 加重一下就可以了 就平涂一层颜色 现在它的鼻子开始 然后直接也在线着 在冰箱里面上 这期间的伊术 在冰箱里面上 回来 在冰箱里面上 这些阵物 对 你不画那些装饰线也是可以的 但其实我也是有的 只是这个灰色看不清楚 我画还是画了的 只是灰色没那么清楚 我画这些线是干嘛呢 因为我们只是平图的颜色 画这些线之后呢 它会起到一点点 加强阴影的一个效果 扫描图的时候 大家就能看清楚了 我是画了线的 只不过现在的话 视频上面肯定是看不清楚 就一点点淡淡的颜色 跟眼睛这一样 你软头的笔的话 它颜色过度就要容易很多 像之前大家也一直有 被这个马克币笔横困扰过 你如果实在是觉得 我们公众号的文章 和前面的几个视频也看了 你觉得就是控制不好 那别围栏自己 现在的这个产品是很人性化的 就跟有的时候我们说开车 我实在是记不住换挡 我实在是就是不习惯 我觉得我的脚踩尼合器踩的疼 那就别开手动挡的车 是的 对对对 你快乐羊总结的很对 就是相当于打了个底 稍微涂一个小粉色在这 先涂一个小粉色 就把这下半iche会的转移 然后emas Baltimore 一起去做 我会选择把他的眼睛周围再稍微涂一点点这种颜色 更加的加强一下他的这种积极感的效果 包括鼻子 这里一个小窝 耳朵颜色整体稍微重一点点 他的眼睛是一个偏紫的颜色 我选择一个偏紫的灰色去画他 我先试一下颜色 试一下颜色 先试个灰色 我没有那么合适的紫色 我就选择了一个 偏蓝的一个灰色去画他 那我这就相当于是盗版的灰力 因为这个眼睛太小了 所以我偷了小头这边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马克笔肯定会上色会很快 我们基本上已经快要玩完了 那么我眼睛画了个颜色 干了之后的话 这个灰色不是很重 它也能够衬托出底下 之前铺的底色的部分 太化浅了之后 反而颜色会显得那种灰蒙蒙的 因为用灰色的笔画的 包括我们的马克笔选色 也是一种偏灰的颜色 它干了之后会有一点点那种打印的感觉 看个人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感觉 眼睛涂完 眼睛涂完了 眉毛的部分你也可以再加一下 其实灰色本身有颜色 然后它的下眼的这个睫毛 上眼的这个睫毛 马克笔的时候 它就要比正管笔更加的细一些 比其他指的话 它确实不算贵的 勾了一个它没有的 颜色的颜色 鼻子可以稍微加重一点点 然后这个地方在下巴这里 也得加重一点点颜色 我没有了这个地方 所以说还是有颜色的 尤其词 经历的这个uru面 颜色的颜色 颜色 也没有 下巴这里加重一点点和它的圆图对应 然后把它的头发部分也划上 头发原作图发其实是一个紫色的 但目前没有那么合适的紫色 我发现有个紫色应该可以 因为紫色并不是特别的透明 大家要是介意的话可以继续用灰色去画 如果你想保持它的瞳孔和眼睛颜色一致的话 也可以继续用灰色去画 我为了保持它的眼睛和瞳孔一致 我就统用灰色 待会高光部分我用紫色来点一下 尽量平图的这种技法的话 你就追求的不是什么笔触这些了 就是你要让你的画面尽可能看上去完整细致一点点 好 好 感谢观看 最后我们还要再用针管笔勾一次颜色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采用灰色的一个原因 马克币其实也分很多 之前给大家看的那几张就是用我自己的一个马克币 这些的话就是用那种偏厚的马克币纸 就是材质就不一样 这种偏厚一点点的 表面有一点点这种小维尼 有一点点像以前我们用的那种叫什么 就是素 也不是素描纸了 素描纸的笔触会稍微的粗一点点 但是素描纸我试过 尽量别 我们第一期就是采用马克币教学的时候 就尝试过用素描纸去组合 白卡纸hold的就没问题 它那个纸的表面要稍微光滑一些 这个是 但是又不能特别光滑 特别光滑的话 你用完之后 你会回来对我这个留言表示认可的 特别光滑的话 你会感觉墨水在上面打滑 现在就非常简单的一个平图步骤 这时候你不用想什么笔触什么 热纳都不用想 就想着怎么把颜色先涂完 你不用想着 你不能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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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转好 引擎了 你不能转好 你又站好 你要画牛海的时候 担心你也可以拿这个小头的部分去画它 这个部分呢 相对来说操作比较机械啊 大家可以提些问题吧 我觉得 待会真都都睡着了都 不说提问题 你有些什么想聊的呀 其他想问的一些啊 事情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在 公屏里面弹幕区里面啊 就是问出来 你这个步骤其实没啥技术含量 你洗心完成之后在马克笔涂色 这个阶段 就是一个 你在画的时候别像我一样 老说话就行啊 老说话有可能会出错地方 看这个小型的东西 你也知道 我看了一个小型的东西 就是这种想法 你就是这种想法 你也知道 我还可以看到 我还可以看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基本上这涂色的部分 属于圈腿阶段是吧 嘚嘚嘚嘚嘚嘚嘚的声音啊 太反困了 你还在它的色阶 就不要一笔笔去拉它 怎么说呢 反复的去多涂几层 它颜色干了之后 会一层层的叠加在一起 它颜色不会有 完全干完之后 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笔痕 就是你如果涂得特别密的话 对 只要你用的不是水性马克比 问题都不大 哪怕你就是拿白板笔 那种油性 那种油性的 屏息性的 它其实覆盖能力是有的 但是拿画画 屏息马克比 倒是最近很多人用 但是左色的话 我觉得初学的话 尽量还是先别尝试 使用那种 你看着挺容易的 大家呢这些年的社会经历 也都告诉了各位 是不是 尤其是各位可能在屏幕前 是各行各业 也都是拔尖的人物啊 可能丰富的社会 愿意告诉你 那种看上去容易的事情 一般都会是吧 啊 秉息马克比就是属于那样一个存在 就是你第一眼看 哇这个我行啊 水性马克比之前跟大家说过啊 就是小朋友或者说学生朋友们啊 他们上课的时候 做记号用的那个荧光色的那种 就是水性马克比 那个的笔横呢 你再努力 它也还是有啊 是不是 特别看 你 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涂色这个部分 要是直播的时候 也可以倍速就好了 我敢预测 这个录播的时候 涂色的部分 估计是 大家肯定会倍速去看 是吧 确实这个涂色的部分 你倍速看到没什么 洗型的部分 你别倍速就行 当然呢 马克笔当然可以跌 但马克笔叠色的话 首先你的纸得足够的 怎么说呢 就是 你要是用叠色的方法的话 那就必须得是 马克笔专用纸了 要么它足够厚 要么是专用的马克笔纸 不然的话 你那颜色叠叠叠叠 叠完之后 可能你 因为它是酒精和油墨 叠多了之后 你的纸可能就直接穿了 它那个纸叠出来的时候 你自己想一下酒精 想一下酒精 酒精一直擦一个地方 你要是家里面有那种医用酒精的话 你待会儿回去之后 拿一张那种保典的纸 你拿那个酒精 沾了一个棉花上面 你不停地在纸上面去擦它 你看那个纸最后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它会起毛 采迁纸应该问题不大 采迁纸应该问题不大 采迁纸是属于厚度 应该是绝对可以的 然后选个颜色 把它的嘴巴 和这个 它的一个衣服的装饰画上 先画个浅色打个底 然后衣服的这个装饰呢 我也用这个红色去画它 整体风格我画的是偏淡的那种 就像这这里了 那么这边 这边我们的这个装饰化 我们发现 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的这个装饰化 是一个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 那是一遍我们的 其他装饰化 内容 但这里可以说 那是有些 这边 就没问题 我们来问一下 那是没有 that 然后把他头发高光的部分的紫色画上 我发现小时候那些日期动漫里面的人物的头发 很多我觉得是黑色的 其实都不是黑色啊 对吧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还是说只有我有这样的错觉 那么为了体现他紫色头发的感觉呢 我在上面多画了几笔 我记得忘记是谁的头发 有一个头发是绿色的 只有高光部分是绿色 其实它是一个 整体看的话是一个很深的颜色 我误认为是黑色 还有那个蓝色也是 在这个 图太多了 待会儿还有真观笔要上 你说你你既然还用这款笔你当初为什么不直接 拿黑色的勾了之后上色呢 他会换颜色起来啊 他那个颜色会有一点点涂完之后 他会感觉被打湿了一样 大家自己如果是想要 试试看的话呢 你可以拿自己的黑色正文笔勾一下之后呢 你等他没完全干的时候就直接去画 你就会发现我所言不假 你都这么说了 我还是啊 我还是什么事 他没干之前的话 因为这个马克笔纸有一点啊 就是说你得到了一些东西之后 你怎样付出一些代价 这个马克笔纸就是 他虽然比较好叠色 但是他干的特别慢 颜色在上面干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然后把这个蝴蝶结 不是蝴蝶结 把这个地方呢 把他的衣服这里稍微再加重一点点 我们最后呢 把这个背景啊 用一个钱的颜色涂完了之后就勾完 勾完颜色就结束了啊 为了我们的风格统一呢 我们背景呢 就用一个和我们整个画面色调接近的颜色 用一个蓝灰色去画它 本来我是打算用色粉去画这个背景的 但是考虑到这个步骤太难了 后面有机会呢 可以跟大家再去讲 我们之前在画这种的时候 会把整个人物用只要带贴起来 封起来 然后呢 把整个边沾上那个色粉 改天有机会可以用小视频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啊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在弹幕里面扣一个 想看啊 我们以前 我本身是学工业产品的 我们以前在画手绘图的时候 画背景的时候 为了让它的背景自然一些 就把整个图形先用纸胶带 剪出这么一个边出来 把它贴好 然后在它旁边再封一个边 把那个色粉削在里面之后去涂 看那个颜色会 和前面的颜色质感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会让你感觉这个背景的质感还是挺 挺强的 我用马克笔的话 我涂得会比较快 颜色的话 它也不可能有特别强的一种界面的效果 为了不增加这堂课的一个 这个分享课的难度 所以就不涉及渐变的内容在里面了 说好了只是讲 这个喜行和快速的画一个美少女头像啊 那我们就不在后面画着画的加内容了 那这种灰色的笔触 加上之前的灰色的底稿 也会让你的画面有那种 对了颜色的 印刷画面的效果 其实那个测粉的话 都不用说大家想看了 通过我刚才的描述 大家应该都猜了个大概了 到时候下周哪天 我们再录个小视频 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最后一步 割完线 我们就收工了 我可以把笔先收起来了 直接拿出我们的真观笔来 我们下个小视频 chose 把它原本线稿当中最深的这些地方 散掉一下重新 它这样就会显得底色和它的颜色层次上差很多 就会通过不同的工具 让别人感觉你的画面层次感很丰富 其实并没有 其实你只不过是用了几次不同的颜色顺序而已 用了几次不一样的上色顺序而已 其实这就是一些小方法 其实都不难 对不对 你的这个颜色质感 就是通过多上了几层颜色所产生的 对 那我在勾线的时候会尽量的慎重一些 我不会把线条画特别重 头发这一侧的边缘线我会稍微的重一些 因为有了颜色打底 所以这个时候勾线你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包括它脸上这些小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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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时候也可以通过第二次勾线把它完成 可以把一些小的这个阴影啊 我就是既然发音不标准 我就把不标准的发音进行到底啊 阴影的部分啊 这个时候再继续加强一下 还有它眼睛的这个双眼皮啊 以及人物的眉毛 眉毛一定要重点去刻画一下 好 这个时候两边就不要画了啊 正好利用这个灰色 圆图当中就这种灰色 你可以把它的睫毛这里画重一点点 两边就正好不要画了 看没有 你圆图当中它就是这种灰灰的效果 最后一步呢 稍微耐心一点点 小的那一段时间 有点重点 有点重点 当然 你活动更好 有点重点 有点重点 你们想要好 有点重点 有点重点 那我不想完全就按照我们的共画截图去画 那样也是不尊重原作者 那我稍微改动一下 你说你这不更不尊重原作者吗 你画人家的东西就算了 你还改 你还改动一下 这个部分勾线就一切合成 就不要犹豫不决 打起自己脸来是特别快 刚说不要犹豫不决 自己划线的时候中断了一下 开始把一些小细节的部分画出来 明天就能够转动 再打开 明天就能够到白银子 然后再打开 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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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刚刚的那个步骤 就等于再来了一遍 就继续把画面的这种颜色层次感化的丰富一些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课表的时候讲到的第一课练习的时候 那种我们起名叫织毛衣的一个小方法 所以不停的去用这种叠线网的方式 让颜色有一个深浅的明显变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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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姐的睫毛啊 不要忘记啊 这边有这个灰色的部分是他的睫毛 眼睫毛的部分呢 不要忘记了 感谢观看 别忘记了 感谢观看 然后 即合 我觉得大家觉得有点累的话 可以先提前下播 然后我们明天呢 我们后续的话 会有这个录播放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录播视频也是一样的 后面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自己可以在录播的时候呢 记得要看一下 你不要直接跳过了 因为今天拖堂呢 拖的也比较久 对大家来说晚上坚持这么久 其实挺不容易的 我们是充分的理解大家 因为我刚刚要是不分这么多不去画的话呢 也会快一些 但是看上去没有那么直观啊 所以我们也就不在乎那么几十分钟了 但是考虑到大家的一个诉求啊 我们是也有每次上课啊 或录视频我们都有注意啊 尽可能的把时间控制的准确一些 大家下班之后看视频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挺累的工作一天了 就算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他也有一个身体得承得得得承受得住啊 挺快了啊 现在就已经挺快了 基本上大关系啊 啥的都已经画出来了 最后调一下 晚上上直播的时候呢 它的颜色还没有办法完全干 有些这个笔触的话 你其实在镜头当中看不特别清楚 那么到时候我们的图片拍完之后的话 你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有些用笔的话 你也能够看得更加的明白 为什么我会看得到 感谢观看 先吃一小会儿啊 马上咱们就收工了 还在线的艺术家可以敲一个1啊 我给你们一个口头上的鼓励啊 真的是辛苦了啊 那这个敲1也是顺便把大家给叫醒啊 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啊衣服下面我就不涂颜色了啊 衣服下面我就不涂颜色了 最后的话呢 我们把颜色勾完之后 还有一个最后一小步啊 把它的边框勾一下 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工具 没有用上啊 我们这个高光笔是干嘛的呢 接下来就跟大家揭晓一下 我这个笔啊 确实得得换新的了 太干了 相互事啊 这笔就得太干了 最后一个步骤呢 拿出我们的高米收下尾啊 干嘛呢 他脸上不是有这种 他这个画面上面有这种小的内点 像内花一样的部分 最后给他加上一点点 眼睛的高光也可以再画大一点点 高光我其实是画小了的 这最后直接用高光笔点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一个步骤 整个步骤呢 干了之后 他颜色会有变化啊 现在这个情况下 我撕下来给大家看 你也能发现 他颜色和你们 在这个镜头下看 还是有区别的 明天的话 我们扫描了之后 那在阳光下 他颜色会有点点区别 那我们扫描了之后的话 再给大家去看 最后的一个颜色效果 好了 我们今天的一个 小头像的示范就到这里结束了 每一个步骤呢 我们都会把它 到时候上传在我们的相册里面 去帮大家去回顾 那么最开始的一个铅笔气表的部分 然后我们的 勾线的部分 以及我们的上色的部分 我们每一个部分呢 都会有分布住 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最新一期的公众号里面 大家及时的去我们的公众号里面 去找我们相关的这一个课程内容 好 今天的所有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辛苦大家一直跟到现在 那我们现在就先下播了 那么下次的话呢 我们也是同样的时间 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建筑 就是这个凉亭的一个绘画 那么最后一节呢 会画一个全身的一个绘画 全身的一个绘画 给大家再看一下 然后 这是我们刚刚给大家看课表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课程图 这个也是准备上色的一个人物啊 也是用灰色探笔画的 灰色探笔画的 最后的话 大家如果是啊 最后的话 我们会画一个这个 一个全身的一个火眼力 当时可能不会上颜色了 看当天的一个课程情况 大家如果是对这个 我们今天提供的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后续的信息 和我们这个课程的信息 那么这是我们 这是我自己呢 最后一次来带这个 手绘类的直播客 后面的话 我就不会再带这个直播客了 那么大家如果是喜欢我的 这样一个语言风格的话呢 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 堂堂小姐姐和我们的十三小姐姐 加一下她的联系方式呢 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刚刚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 这个图形创意与手绘的 最后一期的这样一个课程情况 目前的一个报名情况 以及我们的相关的课程价格 以及上课时间 我们都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个后续的介绍 那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就多了解一下我们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了 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拜拜 大家晚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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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